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第一个中文本出来心愿一聊 但是英文本出来第一不同就是 等于它把我真正多年的心愿冲到世界 而我跟英文文学界也有相当久的关系 1975年我就在美国出国第一本英文书 而且大家广泛使用 今天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几乎都用过我第一本书 叫做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cy 一共全是我的心血 那么我现在去留和把我自己和我的时代说出来 给同样的一个更广大的读者读 我觉得心愿不但更聊而且感觉到更亲切 对我来说英文本很亲切 亲切的感觉 因为我有过过去的经验 他们当年读者对我非常的好 因为您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应和反响 那么从一个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你希望不管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 你希望你能够留下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 我相信它已经有了影响 就是使得一些甚至于决策的人 承认那八年的真相 八年抗战的真相 八年抗战在好几亿人心里头 和我们当初的时代情况是不一样的 而我所要留下的就是那一批中国人 在那八年中所做的事 是中国人后来不再做了 中国人没有那样的心情 那样的团结 那样的真正的义无反顾的 为国家奋斗的精神 我觉得我正好13岁 从我13岁到我80岁 我想了70多年 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留下来 我很高兴我写了《居留和》 因为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 并没有别人用同样的口气 同样的实际的真正的了解去写那八年 我还没有看到 也恐怕不能看到 因为我小的人不能写 比我老的人都死了 我已经是最后一期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贵的 是我留下了一些什么 而不是我个人 我个人的名字在英文世界 恐怕毫无意义 但是我觉得我所留下 希望有的人看出来 那个中国恐怕是很少有的中国 它已经现代化 但是它保有中国人追着的 成人取义的中国精神 而它做了 也没希望得到人的环抱 最后也没有环抱 那些人死的是死了 活着的都活得不好 所有的那些人活得都不好 为什么这样 历史要有一个想法 总有几个人会想 我所写下来的就是 那个时代真正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人 我猜想你写这本书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你希望能够唤起在那个时代的 中国人的精神和文明上的价值观念 对 我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 今天是完全不能了解 为什么你好好的有家有业 你去前面去死 为什么不回头 没有人回头 我都认得我自己已经中学生 从中学到大学 我头脑很清楚 而且我是一个不参加活动的人 我看得很清楚 我没有再看到那样的中国人 成千上万的 就是投入要去打 需要人就去打 我的同学 在学校念机械系 念土木系 他可以休学去做青年军 他为什么去做青年军 我这些情况看到心里 我到今天 如果我再不说话 没有人帮这些人说话 这些人都死了 我也不在了 我说了这些话 心里觉得好像对得起很多人 我对得起这些人 而这些人真能够懂得 真能够发出声音的机会也不多了 我很高兴 你觉得一点 我很高兴 我觉得不是为我个人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因为我的看法在我下面 为您准备的几个问题之中 会多多少少显露出来 但是我在提出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 就您刚刚的答案 我想了解一下 就你认为 身为一个中国人 从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经验 我们应该从那个经验 那个时代过来的经验 我们应该学习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训 我最后的希望 对中国人的希望 就是说中国人喜欢搞政治 可是我们没有悲悯情怀 没有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是我们没有的 而据说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中心思想 但是我活了这么多年 在战争中 战争后 我没有看到多少悲悯情怀 我希望年轻人能了解悲悯情怀 所有的人跟我来 请求我给他们写几个字 我都是请你培养 宽厚的心 悲悯的情怀 这个悲悯的情怀 不是对人而言 而是对历史 我想你很了解我的意思 悲悯之心同胞之情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就是您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新的一代 我不只是下一代 新的一代 你有些什么样子的低迷吗 因为您刚刚讲的 就触及到了那一方面的事情 能不能够继续的发挥一下 让我们了解一下您的看法 我们一定要从学术上 知识上来培养一种悲悯情怀 当你觉得要杀的时候 你可以不杀 可以解决它 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悲悯 当我从前做学生的时候 我在抗战里面 上面丢大弹 下面是没饭吃没水喝 但是我们大家真的是 互相的很爱 我们很爱 拉着抱着 互相都觉得 这都是我们的命 我们好好一起想 也接受这个命运 这是多宽厚的心 我没有听说 谁骂谁 谁责备谁 觉得我缺少什么 因为你也缺少 我也缺少 所以大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命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命去赶回来 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在战争中了 日本人拿着枪 坐着坦克车 坐着双甲车来追我们 他从贵州跑到四川 一天跑八百里 我们怎么办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投降 我们很多的人 所以学生也上 最后大学生也上 大学生在中国是很宝贵的 我第一次告诉大家 我写这本书 只是要记下来 我看到的中国 是那样的中国 而今天两岸在谈的 都不是这样的中国 你希望两岸在谈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经济不是那样子 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当然经济上只可以说 我们当年确实是想 千秋万事 要把中国救回来 我们要救回中国来 不能给小日本占领 我们一定要救回中国 救回中国以后事情好说 就回中国 事情不好说 所有做事的人都倒了没了 我们来到台湾以后 哪有一个人 会觉得我来这很安全 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所要的不是这个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 还可以想别的 可是当你年纪大了以后 你会想 我的一生所要的是什么 这个离题有点远 没关系 我写的 我是满心孤愤 我满心孤愤 我们怎么会 奋斗那样 结果落成这样 这是满腔孤愤 你跟我说 我个人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一生过得不错 我很喜欢教书 我教书也教得不错 我教40年书 而且在这40年中 我跟我父母团聚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因为我的父亲 以前都不在家 我到了很晚 还能够带我跟我父母团聚 所以这是我最幸福的一段 居然到了老年 把我一生小写的书也写出来了 所以我想 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很满意的人 我很愿意去跟大家说 这个事情是值得做的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 抗战的情报留下来 我希望这个印象给大家 越分越好 给自己人 给别人家的人 我还很希望 现在有了英文本 不久会有德文本 他们已经翻译了 就等不出 将来我希望有西班牙本 因为它的影响很大 我希望很多人 能够看出来一点 我写的不够好 可是我希望他们看出来一点 当这样大的一个民族 它反抗起来 站起来 是什么样子 我真的很有野心 可是我写的不好 我是写淘汰 中国人看了只会苦 可是出完以后 你做什么 有很多人 或者很多的老中认为 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再度的 站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 齐老师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包括您也是在这个圈子内 就是如何的补及中国的价值 在世界上 中国的价值观 所谓中国的value system 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改天另辟世界谈也可以 但是今天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想了解一下 齐老师您对这个问题 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或者您有什么样子的意见 这个经济上现在的成就 修了那么多的特快铁路 修了那么多的公路 都是很好的 谁在铁路上坐车 谁在公路上开车 开车到哪里去 做什么 将来人类要做些什么 这是我最关心的 你坐在车里 你到哪里去 你做什么 一个国家 假如说像台湾这样的地方 我们多修点铁路什么的 就会比跟大陆一样的伟大吗 不是的 除了这个 还有经济的 许多的了不起的 大的财团 财宗 这些都不是人生最后的目的吧 我因为看得多了 我也不是没见过 人生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那些人快乐吗 他们整天在那儿看电影 电影多得不得了 真光射箭 多得不得了 每个人手里有个手机 所看的90% 与它本身都没有关系 中国人 世界上的人 往何处去 你每个人手机 拿个手机 你所看到的东西 零零碎碎 与你的一生 有什么关系 将来中国人往何处去 OK 每个人说我生活过得好 我现在可以生两个小孩 我可以买房子 就很好 就很快乐 假如只是这样 我们也很快乐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齐老师 你觉得一个中国 如果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 要变成一个伟大的民族 因为伟大两个字 好像是我们老中 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但是如果这个词 如果真的是 我们认真地看它的话 你觉得 中华民族的伟大 是要取决于哪些前提 什么叫伟大 你什么伟大 我希望能够在他们人生 在他们村庄里再住一住 看一看大家的生活的心情 台湾非常渺小 可是你走到台湾很多乡镇 看到人那种依然斥责的感觉 觉得蛮不错的 当然是太小了一点 是应该跟外面多做朋友 可是我是说 大陆这么大 这么伟大吗 大就是伟大吗 多就是伟大吗 富有就是伟大吗 我觉得这个伟大两个字 还是很慎重的 我叫你画了 我看你画了 我也是 我看你画了 你画了 我看你画了 我看我 我看你画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